好了 我要来拆包裹了 这个呢是我下单的那个包装盒 这个纸箱是大号的好像他又搞错了 因为我要那个高一点的那个高度的 之前那个比较矮的我已经收到过一次了 然后 又下单了 12乘11.75乘以8 应该没错了这一次乘以8的话就 我得要用我的尺子量一下 尺子一般都放在包里面的 因为随身鞋带 这叫职业需要 好吧我现在测量一下这个高度 8.5那就没错了 这是最大的那个 priority 我要寄东西用的 这个就先不用拆开了 然后这个呢是那个包装 泡泡包装 袋也是我经常发货要用到的 你看 这种袋子 看泡泡袋 很好用的 但是油费会贵一点 测试盒终于来了 我想这应该是测试盒没错了 他这个呢就没有放在那个快递柜里面 他是放在我的那个 油箱里面的 就是只要有钥匙才能打得开 那别人就不能冒拧了 我还以为说 可能有人冒拧了我的呢 测试盒 怎么只有两个呢 一盒子里面有 2 test 就是一盒里面有两个 然后 我现在 已经好了 你说我还需不需要测呢 那不需要了先换着吧 到时候能给有需要的人 这个效率就是这么的神奇呀 当你一切都好了的时候他就来了 嗯 对没错 好吧 这是每个星期都会收到的一些超市的 宣传单 我抬着的信息啊 什么的 基本上看一下吧 浏览一下 有时候 正好要买什么东西 然后价格比较合适 然后我又要出去 呃去处理事情的话 那我就会 顺便去买一下 反正就是顺便的事情 好吧 这是我在美国领到了第1份免费的东西 第1份哦 也就是说 我其实以前可以领那些什么 救济金啊什么的我都没去申请啊 就觉得 好像我暂时还没穷到那个地步吧 但是这个四季盒的话呢 就是人家在网上 呃 发那个链接就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链接 然后我就点进去 就那么申请了一次 申请一次看到好久都没来 然后呢我又去申请一次 还说这个地址已经申请过了 还写过两封邮件 然后每次回复都说我这个已经发过了 难过来的话呢 还是发过来了哈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总之呢我就收到了四个 测试盒了 好吧 谢谢 分享到这里 谢谢 感谢观看